二階段如果沒有在 此時此刻就成形 未來還是有很多機會 可以把一階段變成二階段 還有很多個不同的關卡 這無止無盡 一直到投票的前一天 都有機會翻盤嗎 如果讓制度來這樣 正常的運作的話 我覺得問題是比較少 但是如果考慮人 來去修改制度 或是對於制度 那麼不斷的變更來變更去的話 人民對這個政黨的信任度 會一直下降 當人民對這個政黨的信任度 一直下降的時候 人民為什麼要把這個 龐大的政治的權力 交給這個政黨來去執政 所以我覺得國民黨 在這個部分裡面 必須要嚴肅的去思考問題 嚴肅的思考 他到底尊不尊重制度 制度就是一種法治 如果一個政黨不尊重制度 不尊重法治 只考慮那麼贏的策略 而可以把這個制度 把法治推翻 我覺得這個政黨 坦白說人民不會信任 四年前其實就是 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麼四年前把洪秀柱換掉的時候 在國民黨內有人說 這是基層的反應 可是更多人認為是 立法委員的焦慮 立法委員是基層嗎 現在又來了 又再一次嗎 還要再一次嗎 我覺得這個部分裡面 國民黨要慎思 再講另外一個問題 當時洪秀柱被換掉 是我們說男生欺負女生 可是不要忘了 洪秀柱是立法院的副院長 一個有政治經歷的人 而且是相當長久的在國民黨有貢獻的 而且是執行國民黨黨議的一個 不管是之前是分區立委 後來的不分區立委 他都是忠實的遵守國民黨的黨議 而且在立法院裡面作戰的 叫你一個我們講的 有頭有臉的政治人物 然後你把他換掉 這個人的尊嚴 這個人到底獲得 他的人格 他的尊嚴 他到底 我們該尊重他 就把人家糟蹋了 好 現在第一階段 又出現了這些人 你不管是吳敦義 當過中華民國副總統 你不管是王金平 是當過立法院的院長 你不管是朱立倫 他當過行政院的副院長 也當過新北市的市長 他已經假設在第一輪出來了 假設第一輪我們說 這個韓國瑜不出來 我們假設了 韓國瑜不出來 這些人出來了 他總算是有頭有臉 他總算是台灣重要的 政治人物之一 也有很豐富的政治經驗 然後他開始起跑了 然後最後又被換掉 坦白說我個人是非常不贊成 什麼二階段 什麼一階段 應該按照中國國民黨的黨章 來行事 你黨章如果修改了 你就按照新的黨章來做 但是你不要因人而設事 我覺得國民黨到現在 還沒有從敗選中回神過來 也就是說他沒有好好的 去檢討反省自己 到底敗在什麼地方 今日 ekip 你都不要說 你喜歡我的招推 你他們在這裡 你很不習慣 今天 我ãн 我來講 這一次 你不習慣 我一不習慣 你不習慣 你不習慣